大家好,我是小白猫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怎么在YouTube上面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这不是废话吗 这种问题呢你需要问我 你现在你只要注册一个账号 变成个性化内容就可以了 你后面你订阅一些内容 它自己大数据就要分析你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你游览过什么内容 它就给你分析什么内容 然后这不就直接完成了吗 对不对 然后他后面呢他就跟我说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想要看到一些各个国家的 假如他现在就想要看日本的 那么就只看日本地区的书 那么他假如现在呢想看美国的 那么YouTube上面搜索的内容呢全部都是美国的 而不会出来很多他订阅过的内容 那我就跟他说了 那你把账号退掉我就可以了嘛 退出就好了嘛 然后他就说他退出了之后呢发现 给他推荐的内容呢还是那样的 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性的变化 然后他问我呢这个问题呢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他这个浏览器啊 他本身使用的痕迹已经太严重了 已经被那一个后台已经给他记录到了 其实呢后面呢不管你怎么切换 或者是更换一些其他的IP啊 只要你还是在使用这个电脑啊 或者是一些浏览器啊这些东西 或者你再用你这个账号 那么过没有多久呢你很快就会发现 又会给你推荐同样的内容 然后导致了你呢进入一个死循环里面 就像去年艾菲出了一部纪录片 叫监控资本主义之智能陷阱一样 你很快你所看到的都是你喜欢看到的 你很难接收到其他新的资讯新的信息 然后你每天打开YouTube 你看的内容都是你喜欢的 你后面翻着翻着翻着 你就发现你想要扩展一些思路 或者是想要做自媒体啊 你只有靠搜索或者是靠那一个探索 探索发现然后你 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探索发现呢 它每天出现的呢都只是 今天这一个时间段最热门的内容 或者是最近这一个时间段最热门的内容 你想要再往下面就一翻呢 它结果没有了 没有了 知道 所以呢你如果你点击主页的话呢 又是回到了你那之前看的那些内容那里去 这就毫无疑疑 你就发现你进入一个死循环里面 那么这个问题呢要怎么解决呢 怎么看单一国家的内容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挺简单的啊 现在我们就把它看下去 现在呢我们现在大概打开了油管嘛 对不对 你油管上面看的内容呢 都是你之前已经搜索过的 或者是你看过的内容 所以呢它就给你推荐的这些内容 全部都是你之前看过的 然后如果你点击搜索啊 搜索这个地方呢 然后发现 它只是搜索你这一个当地的区域的 假如你现在我现在这一个区嘛 是日本区嘛 它这里只会给你出现日本区的啊 然后如果你切换一个国家 它就给你切换一个国家 但是它这一个呢 你后面你刷了嘛 你刷了之后你发现 它这一个啊 数据有限 那这个地方 那里上它数据是有限度的啊 后面就没有了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挺简单的啊 你这边 呃 建议大家好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部电影呢 先控制人主义 智能限定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比较简单的 点击这个地方 打开新的5很窗口 好我们现在就再来搜索YouTube 现在你已经打开了新的YouTube YouTube了啊 万一这个登录呢 你不需要登录它啊 如果你登录了呢 它就变成你那一个个性化推荐了啊 所以呢 我不要管它 然后现在在讲我这一边想要来看 韩国的内容 那么我这里就把那个地点变成韩国 你会发现 诶 我的主页是不是就变成韩国的了 对不对 我的主页就变成韩国的了 为什么它这里呢 会有一些中文的呢 因为我这里啊 因为我这里啊 这个地方设置的语言是中文的 所以呢 它不好确定 你是不是一个中文用户 然后例子选错啊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改成韩文 那就不一样了 明白 我这里找个大韩文的 我也不是大韩文的 这什么语言呢 好 然后我这里呢 现在把它改成韩语 诶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内容就少了 对不对 为什么它这里还会有呢 因为我之前 打开的时候 我没 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还没有进行改变 对吧 所以后面如果 你打开之前呢 重新的一个窗口 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 你已经没有打开过 所以呢 你看 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全部都打开了呢 后面切换之后 就不一样了 现在我在切换其他地方 对吧 现在你直接看 我现在刷新了一下 你直接看 内容是不是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它的比例就会减少 现在 直接把语言切为中文吧 不然看能方便 好 现在呢 我们想要看日本地区的 只看日本地区 那么我现在找一下 找到日本地区 你就会发现 哎 我这里的东西 全部变成日文了 对不对 日本地区的 都是日本地区的 以后面你尽量尽快 你往下面翻 好 它就会慢慢给你 慢慢给你推出来 日本地区的 日本 对不对 然后你看了一两个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开始 各情况推荐了 然后关于五合模式呢 还有一点 就是你想要后面 想要了解一些 最新的那些内容 或者是参考一些 同行类型 他们做的比较好 你就可以在这些地方 进行一个观看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获得推荐 你可以去慢慢分析 他们的内容 然后你就发现 现在这里的语言 是不是都变成了泰文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看 为什么这里 还会有一点日文的呢 因为我这里 就没有新开一个窗口 对不对 不过你后面 你想要直接切换的话 你可以新开一个窗口 或者直接点进去看一下 看一个日文类型 看一个泰语类型的 你点进去看一个泰语类型的 然后反回去 你就会发现 它已经给你变了 它这个模式已经给你变了 这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方法 后面你在用的时候 就可以用得到 所以这就是在油管上面 只看一个国家的 操作方法 你学会了吗 如果后面你想要了解 更多的一些操作方法 或者是关于油管方面的知识呢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只要你知道后面提问的话 我基本上呢 都会给你解答的 然后关于前几天 那一个下转插件的那一个问题 有一些朋友呢 他在问我 为什么他下转之后呢 是显示 该地区无法使用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很好解决的 你只要用的节点 不是美国节点就可以了 你先把你的节点 切换到日本 新加坡 台湾 香港 这些地区 然后呢 把这个插件的安装上去 拿去 然后呢 你再切换回 你原本用的美国节点 就OK了 是一个很快的 好 我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